美國搞戰略研究的人 他往往不太懂經濟邏輯 往往不太懂就是增加一個國家實力 國家能力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經濟能力 而你的經濟能力很大取決於你是不是符合市場規律 而他們現在就是完全違背市場規律的做法 他認為是中國成功的訣竅 其實這是一些自己想出來的 比如他說中國就是靠國家安慰 中國就是靠產業政策發展起來 這是一種自營的想法 因為實際上不是 如果中國是靠這套法國發展起來的 那中國早就會發展起來了 為什麼中國以前沒有發展起來 而改革開放以後發展的這麼快 就是因為中國釋放出來的市場的力量 恰恰是中國是按照市場的規律做事 才使得中國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快到春秋末 人們經家也許健全被현歷 所以說正達一把